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cker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搭建一个Python的环境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OK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搭建一个Python的开发环境 咱们从DockerHub上面 取得咱们所需要的Python的镜像 好 咱们先少续 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干什么 从DockerHub上面 找到咱们所需要的Docker Docker镜像 Python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Docker镜像 该怎么用 马上看 好 咱们先到DockerHub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输入 咱们想要的Python 稍等 然后一回车 第一个 对吧 这个是Docker官方认证的镜像 没问题吧 咱们往下走 这个地方有个Tag 对吧 但是它默认给咱们提供了 很多的简单Tag 咱们不管 咱们到这个地方点Tag 是这样 现在最新的版本 不是 现在Docker的更新的最新的版本 是3.5.9 对吧 但是Python本体最新的版本 是3.8 这地方咱们却看不到 该怎么办 很简单 咱们在这个地方 过去这地方 咱们输入 咱们输入3.8 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它会把所有3.8的Python镜像的Tag 都给咱们列出来 咱们用哪个 是个问题 对吧 是这样 我准备采用 L-Pan这个Linux 微小Linux核心的Python 所以说咱们用L-Pan 3.10这个版本 好不好 这个地方咱们选择复制 就能够复制过来 然后大家请回到我的课件 这个地方我已经给您复制过来 对吧 咱们用是Python 3.8的版本 然后基于的Linux核心 是L-Pan 3.10 是这样 L-Pan Linux最新版本 是3.12 1.2截止到今天为止 最新版本是3.12 但是咱们用3.10好不好 OK 都一样 好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安装 我切换到我的Linux 这是给您准备一台Linux 咱们先看一下我当前 都有哪些个镜像 这地方需要输入一个管理员权项 那请看 我有现在三个镜像 对吧 Hello World Note 包括一个Nginx 好 那今天咱们再装一个Python 3.8 Go 现在并不是安装 是说咱们现在这行命令 是从DalkerHub上面 取到咱们所要的 这个Python的版本的信息 正在取得 这个镜像比较小 20多兆 OK 取得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有了吧 大家看这个位置 有了 111兆 我怎么看 20多兆呢 这不30多兆吗 不管了 这才不管 这可能跟本地一些镜像文件有关系 OK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在本地 我先清一下屏 咱们在本地 已经下载了一个Python 3.8的版本 后面核心咱们不用管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去运行它 来实现最新的功能 对不对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这条命令 SU do Docker 然后我要运行 把这个 Image类 变成一个实力container 对吧 然后运行 这个 简简 -rim 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当运行完这个container之后 就把它消除 不要保存在我的硬盘上 这是经常用到的命令 选项 接下来 IT 这是交互式的命令行方式 然后 敲上什么 敲上咱们这个 镜像名 以及タイヤ名 好不好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 命令行的窗体模式 对吧 这个是3.8最新的版本 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下干什么 比如说咱们一般在命令行交换模式 可以做很多信息 我HARP 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对吧 然后退出 这个 因为实际上 Python课程 我是单独有另外的课程 今天就不再是给您 做Python课程的讲解 OK 说明咱们已经可以下载到这个版本 并且可以执行 Python3.8的运行环境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来确认一下 咱们所下载的这个镜像的Python 以及Peep的版本号 Python咱们都知道 是咱们运行的主程序 Peep呢 是咱们做Python包管理的工具 咱们都各分别执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版本 我清一下屏 好 先看Python的版本 3.8 没问题吧 OK 再看Peep的版本 应该是19.3.1 OK 这都是最新版本 对不对 好的 那也是说 咱们可以在这个镜像里面 安装自己的包 并且执行咱们自己的Python程序 现在都已经万事俱备了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在咱们执行咱们应用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Linux核心的版本号 好不好 它肯定是Alpam 对不对 咱们先证实一下 大家请看 Alpam没有问题 Alpam Linux 然后版本是310 跟咱们这个用的310相匹配上 对吧 后面这个是干什么的 上期我给您讲过 对吧 直接执行这个核心里面的Linux的命令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已经有了Python的执行环境 对吧 那么咱们本地 我在本地 咱们去编一个Python的文件 然后写点代码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 可不可以呢 好 试一下 我在本地 稍等 我我建一个这个 Temp目录吧 好吧 在这里面 我建一个闷点Python的文件 这里面呢 就可以敲咱们各种各样的Python代码 这个地方我给您简单的 写了三行 这三行干什么的 是这样 我引用了一个NumPy 这是操作数组的一个包 然后呢 我执行一下它 简单的 生成一个我自己的数组 好吧 生成一个NumPy数组 好 咱们就这个Python代码 去执行一下 退出 没有问题吧 怎么执行 大家请看 用这个命令 ICU-DOO肯定要跟 Doker Container 我运行这个Container 然后--M 刚IT 这都没有说了 跟刚才一样 对吧 接下来 大家看这行命令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把本地 我这个main.python 所在文件夹 抽的这个地方 让它映射到 这个虚拟机 这个容器里面的哪个文件夹 然后呢 做成只读属性 好不好 这个地方 咱们现在 我看 我现在目录是 这个 rcadmin下面的temp 那这地方 我应该改成temp 您根据您当时 自己的环境课情 修改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本地的 这一个绝对路径 映射到 这个容器里面的 斜杠 walk Follower下 好不好 这样就做一个 Follower的映射关系 或者说叫做绑定关系 没有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 指定我要运行 哪个镜像 然后该怎么运行 运行这个镜像里面的 Python程序 包括这个镜像里面的 Python的文件 因为上面 我已经做了绑定 做了镜像了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它就能够读到 咱们本地 并不是容器里面的 这个闷点派文件 好不好 好 咱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清评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失败了是吧 错 成功了 为什么 大家请看 它报的 信息是没有找到 我能排的这个模块 对吧 换句话说 它能够成功的 找到咱们 闷点派 这个Python文件 并且执行里面的内容 只不过里面的内容 并没有找到 能排这个工具包 所以说咱们执行是成功了 然后闷点派也找到了 但是这个程序里面 所引用的包并没有找到 为什么 因为咱们所下载的 这个Python镜像里面 并不包括这个 能排的工具包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咱们需要打包一下 然后安装一个能排 然后再执行 就能够成功 对不对 马上开始 不要着急 我都给您做好了 咱们先建一个 自己的兜可文件 也就是说 咱们打一个自己的镜像 好 试试 建一个兜可文件 没有问题 然后我把代码拷贝过来 并且给您做一定的说明 这个是道科文件里面 所有的内容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from的地方 刚刚咱们下载的是 Python 3.8 然后用Lpan 3.10 这个镜像 对不对 这个镜像有什么问题 这个镜像是这样 因为咱们也用的是 最威和的Lpan Linux核心 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受到限制 它不是最标准的 G libc库 而它自己的libc库 也就是说 咱们如果想到这个镜像中 安装Python Numpr这些 第三方包的话 是需要进行C++编译的 它这个小的Linux核心 并没有给咱们提供这些个库 所以说 在咱们打包时 就不能够再用 刚才的这个镜像了 用什么 用3.8 标准的Linux Python 3.8的镜像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这是咱们演用的包 演用的这个镜像文件的区别 接下来 咱们干什么 请看 我从这个Dolker Hub上面 演用到了这个包 然后呢 我先去 这个包下载下来 在打包之前 我先做一个安装 Pip3 install numpy 也就是说 这行命令 会在这个新的镜像里面 安装一个Python的 男排库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我在这个镜像里面 再建一个文件夹 在根目录建一个 Worker Folder 没问题吧 然后 把我当前目录下的 闷点派 拷贝到这个 Folder里面去 都没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在运行 这个咱们打包好的镜像时候 默认的参数是 执行Python 然后让它去执行 它容器里面的 这个Worker Folder 下面的这个manpy 这就是咱们这个包的 做的内容 其实不是很难 好 马上开始试一下 存盘退出 我存盘退出 稍等 没问题吧 接下来干什么 打包 打包 给您说过 大家请看 SU2 Docker Image Build 没问题 -T 是加标签 我的这个新的 这个镜像叫什么 叫GoodPython 好Python 然后给一个标签叫做V01 没问题吧 然后指定当前文件价 好 咱们打个包 因为我是第一次下载 因为右下载是3.8完整的力量和核心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花点时间 咱们试一试 Go 好的 大家现在正在安装囊牌 也说刚才的核心下下来 然后往里面去安装一个囊牌 然后再进行打包拷贝 然后打包 正在见目录 正在拷贝 然后打包成功 OK 没有问题 怎么确认咱们打包成功 我先清一下屏 Image list 看一下 大家请看 GoodPython 好Python 然后是V01的tag 打包成功 大家请看 既然是一个G 稍有点大 为什么 不是我这个大 是它这个 咱们引用的这个Python内核就大 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咱们引用这个全内核的话 咱们是没法安装南牌的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去运行台下 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我本地也不设什么 我在运行时 我本地也不设什么镜像文件了 也不绑定什么follow点了 对吧 咱们就直接运行 为什么可以 咱们先运行完再说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是Python刚才的结果 为什么可以 因为咱们把南牌 把咱们的原代码 通通打包到 这个GoodPython V01 这个镜像里面去了 那这个镜像 咱们如果运行成功的话 咱们就可以到咱们生产环境 去真正的部署使用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那咱们看一下 我做了这么多 其实咱们这个 这个公司内部开发团队 所管理的对象文件是什么呢 原代码的管理 就一个Docalfire 然后再加上咱们的应用程序的文件 就够了 像关于Docalfire的一些个 什么配置文件管理 咱们完全不用 对吧 其实咱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用 每个团队的每个人 去关心我开发环境 该怎么设置 也就有些什么具体的参数 装不装Python 装什么版本 有没有什么区别 都不用 这些东西 完全是统一的就管理起来 对不对 确实的方便 真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如何用Docalfire 搭建一个Python环境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理解 然后是这样 今后我的课程的代码 就不放在国内的Git上了 都放在GitHub 您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参阅下载 然后咱们一起学习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